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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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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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你看我我我我就这样子 那今天这样子 那平常里其实这也是意味着你看到哪这里 我放大一点给你们看看下能不能看到啊 这样你看到这其实是有个内饰轮胎 外壳 然后还有引擎 对吧 这引擎 那这样子 对 但是呢 这个是一个完整的 对吧 那再对应到这个文件 是吧 能懂吧 这样打开其实是给你们看到 我就说这里有有多少东西而已 那这时候比如说我隐藏一下 我再把车格给隐藏一下 那这个话叫反正当初话也挺飞进的啊 我挪一挪 你看到很多东西都在 这样子 那这时候我把引擎 你看 其实我关掉 其实我电脑很飞进 真的 特别我现在开了这个 录屏的软件 那这时候 那当然有一个东西你没法回避 就是说东西还是放在一个文件里面 但是编辑是分开编辑 懂吧 分开这三四个编辑 避免文件太卡 Sony West的文件是很小 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但Wino一定要很注意 那这个你们一看到以后 这个总文件嘛 我们叫package嘛 一个总包 那这时候倒进去的时候 我们需要点时间 反正就这时候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 还是要说慢慢倒进去 你这个东西没法跳 反正这个pusture上面 就整个流程上面 就整个思路 你这块你不能省 你还是只能等 那这时候怎么容易去调整啊 那这时候还是一样 很吃你电脑 这个很正常 没有办法 那我想说的是 那这样子 我这次 我的那个我就不渲染了 其实这样子一个效果 那这时候 我们要做的事情 有就这样子 先这样子储存一个文件 对吧 CFS 然后可能就是一个1 可能就这样子一个文件 那你看储存都很慢的啊 能看到就是 对 然后再下来 那一个model 对吧 什么就是这个当然 我可能可以先弄点灯光那个场景过去 方便你们去看到啊 然后再弄一个白地啊 懂吧 这里 然后一样 control s 先储存一下 每次你看 是不是很吐血这样子做 肯定会了 我也我也我也很清楚 那这时候我们做该怎么做 那你看到我这里有很多个步骤 对吧 哎 你看这时候莫名其妙是自己开了 对 就是会有这样子一个情况 那这种情况的话 呃 等一下啊 好吧 那我们继续 那一个这样子 嗯 那比如说这样子body 我们把它关掉 那这时候该怎么做啊 我们首先先要把它隐藏掉 那比如说那这时候你要预定好 比如说我刚刚已经放了那个什么 比如说那隐藏这是一个空白 现在这样子 我让鼠标左键千万不要动 这样子呢 比如说现在所有的环境材质都弄好的 那这样子我们这样子一个body 然后我们另存 body 比如说我现在这样子哦 那你看这样子 还是不是还是很大 没有关系 对的 然后123 这样子还是那么多个 哪这里所有东西都分开储存 然后我们退出啊 其实聪明的那个观众已经懂了 我想讲怎么对 就是分开渲染 然后最后怎么样放到ps里面重新组装 因为这样子的 你通过这种方式的话渲染 你电脑不会那么吃力 当然你现在这样打开还是一个个打开 这样子 但是这样子是能让你电脑走跑最畅数的一种方法 总比你说一个个整个弄来的好 特别你文件多的时候 那你看这里 那我们再看回去这边 哎 那你看到看着你看你看就看这里 你看线都没有偏 能懂我意思吗 你看没有偏 你看 你看 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点这个vendoring 那点 那点 那这里选择你们这里说数字 比如说一定要png 不要tif 的话会有图层 png就整张底 反正白色就透明 然后选回去 那到时候最后再重新重叠一起 而且 这样子做呢 你们现在看到应该有很多的好处 对吧 你看有enjin 我把enjin给那个 这个玻璃网 你看到enjin在这 然后呢 还有那个 内装 内装的话是 这里我也要找一找啊 反正灯光啊 反正就是哪 你看到这个 来这里interview 刚没看到 比如说现在这里这样子 对吧 那我可能怎么样 我可以把interview再拆开 那interview再拆开啊 不好意思啊 我重新再 哎 卡了卡了不行了 这个我先关掉吧 嗯 但是你们懂吧 就是说我这样子重新炫了 但是interview 比如说有时候哪里看我现在炫的时候 你们如果有有炫过一些 比如说比如内存的一些东西嘛 里面那块会很暗 对吧 有这个问题 那这时候interview这块 其实它是可以再被拆 比如说我这样子这个部分 我在high 就是就把他就是说不再把它隐藏掉 对吧 那这时候再隐藏掉 那我再这样子 我再另存一个 能懂吗 就是说我把它分开局部渲染 然后这时候我再调我要颜色 再换一个怎么样 不一样的场景 再选一个别的更亮的一个场景 那这样子有一个什么好处 我里面的还是很清楚 不会说我整体渲染的时候 我里面不清楚 就外面很漂亮 这样子有这样一个好处 特别是你去做一些需要透到看到里面的一些产品的时候 对的 那 那是的 这就是一个解决方法 希望能帮到你们 因为有些东西真的 毕竟做这些东西 它还最后肯定是很依赖最后的一个渲染 这肯定的 但这个方法可以让你说 比如说后盖 透明的玻璃 对吧 里面的东西能看得很清楚 这是第一个很实在 第二个 你渲染起来 我渲染两张 起码不会奔 我顺多就多花点时间 反正我就 我最后就编一个行程嘛 对吧 adequate 然后这里我就很多个 我顶多我就第二天 我再起来再看呗 就是说通常我渲染 我不会看着他渲 我会放在那边 我睡觉去 就是这样子 那你说我中间要玩游戏或什么 那没办法 你让你只能做两台电脑 这样子 是的 那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希望这个工人对你们有用 因为对 这是我想了想去 就是说最实在 而且又能帮你们做别的产品的一个方法 好的 那个今天课就到这里 那个谢谢大家